HELLO 哈囉 是從哪裡來 台灣 桃園啊 哇 桃園 所以今天是旅遊的第幾天 第幾天我剛下飛機 他剛下飛機 我們現在要去吃舞台 Let's go 哇那不是很趕嗎 其實還好 因為我是 我台灣飛6點50 然後到這邊其實還蠻早的 因為我先看你那個 就是出來的那個影片 昨天的 就是那個帶四個年輕人去的那個影片 經過我追蹤你的粉絲團 然後就是你有動態 他就是會提醒他 對啊 然後我都很認真把你影片看了 謝謝 太開心了 耶 謝謝 那這一次為什麼會選 福岡 飛福岡 因為我沒來過 日本其他地方 日本其他地方 東京大阪 重生 根本是老手 沒有老手 我都只有各去過一次 因為我覺得日本很安全 就是 安全乾淨 我第一次去東京的時候 就是那一次跟朋友去 然後晚上去喝酒 然後就是回來之後 走回那個住宿的地方的時候 我發現很安心 就是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然後後來之後就是 都來日本這樣子 但是我還是會勸女生要小心一點 對還好我是男生 對 但是男生走進 西蘇二弟母的時候 還是要小心 對 因為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 就是不要去跟他搭話 我覺得基本上是都OK 就是你在台灣如何去 原賣愛心筆 所以在國外就一樣自己丟走 就是一樣 為什麼會想一個人去 就是自己出國 其實我覺得一個人出國就是 會讓自己有一些成長 不見得說你這次的行程規劃 有多完美什麼的 可是起碼你自己就是 從頭到尾 就是想說 如果要行程如何找機票 如何訂飯店什麼的 因為我以前跟朋友出國的時候 其實我 就是很 對我會不自覺依賴朋友 然後後來覺得說 這樣子也不行 因為可能會造成別人的困難 你知道我之前去東京多誇張 那時候就是我朋友在看地鐵的時候 地鐵怎麼走 就是整個人亮在旁邊 就是也不想看 就很糟糕的一個人伴 我現在回想 我那時候怎麼會這麼過分 對那時候超過分的 怎麼反省自己的粉絲 我的店 然後就隔年去沖繩 然後沖繩那時候是員工 然後就跟我們公司的同事 然後我們同事很多媽媽 他們就是會不自覺依賴 你就是 你知道就是連 因為你是年輕人 對然後連裝個信卡 然後怎麼樣撥 怎樣弄上網 都要叫你弄 對然後你弄完一個之後 後面就是拍一拍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說 上去東京真的是很糟糕 啊 後來就想說 那不然我就是 就是可以試試看一個人旅行 就是一個人旅行 就是要勝選我 現在 こんにちは すいませんまだきました はい 喔對這個要給你了 我還死了 很開心喔 來屋台要先點一杯飲料 就是他們的潛規則 那你要吃什麼嗎 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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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嗎 兩個三把 好 那就是這樣 叫你有沒有 有進來嗎 耶 終於吃到今天 第一 第一次在舞台 對第一次在舞台 哇 之前其實出國有吃過菊酒 嗯 對對對 可是那個感覺就是不太一樣 這邊就是還蠻特別的 之前有在電視上或日劇有看過這種東西 它那個野菜是什麼東西 野菜就是草青菜這樣子 野菜就是蔬菜對不對 好可愛喔 謝謝 啊 すいません あの ニラタマトシ 一隻 你的感想 就是坐在日本的街頭 吃起來就是不一樣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 很矯勁耶 對 還要形容一下口感 對對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跟台灣有夠不很像 對 只是比較大而已 對對對 這是九州型 我覺得就是你的粉絲團 對我來講就是 幫助我很多 因為很多資料都在裡面掃 謝謝謝謝 所以一開始是先發現粉專 還是先發現部落格 先發現粉專 喔 我們所有 浮山雅是愛店 因為浮山雅就是出生在康西 對 好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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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我們每次都喝完耶 可是昨天有粉絲跟我說他們每次都不喝完 店長都會跟那個聊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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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次覺得好玩嗎 很不錯 就是 體驗了在地 對 而且老闆 老闆人很好 老闆一直問你問題 對 可是我都聽不懂 問你要去哪裡玩 對對對 然後有機會的話可以來吃一下舞台 小編帶的那一家很好吃 呵呵呵 謝謝 讓我們下次見 掰掰